今日推介股份是华能国电902 选选原因是中央加强维稳措施 但市场担心内地经济失速 加上内地疫情加剧 全球供应链有机会受到影响 市场信心薄弱,港股反弹乏力 反快方面,内地加强引导 煤价运行在合理区间 煤价有望回落 预料有利电力股的火电业务 股份关注华能国电 公司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新能源发电量亦情快速增长 美银报告说 单位燃料成本每上升1% 将会令到华能国电2022年 每股收益减少1.6% 预期2022年和2023年 单位燃料成本会按年下降6%和1.2% 随着每家控制和电价维持高比例上浮 公司的火电业务价值有望重股 传来传练有望是规转型 并据彭博综合预测 华能国电2022年盈利预料会录得56亿元人民币 华能国电昨天跌了1% 报3.65%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等待近日低位3.4%收集 先以3月高位4元做目标 跌穿3.2%就要减迟了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